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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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悲心必须有实际的行动 那晚上就有很多孤魂野鬼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去看这尊我们幸运寺 也是我们兰卡威最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各位都去看过了 那刚刚我们坚里在问我说 那个观音菩萨那个脸要不要修一修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答案 观世音菩萨的脸 他永远忧愁忧愁的 他就要让我们了解 念一下 众生好苦 各位苦不苦啊 苦啊 你不苦来寺庙干嘛 就是苦 凡事没办法控制 变化无常 一切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一切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很苦很苦 特别那些孤魂野鬼 所以观音菩萨的脸要我们了解 生命的痛苦 自己 众生的痛苦都一样 所以 来这样受苦受难 所以观音菩萨了解众生的苦 他自己在受苦受难 所以愿众生都也以苦得乐 所以不断的在那边 各位你只要在家里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一直超度众生 一直消除苦难 大家多以慈悲心念观音菩萨 念一下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圆满无碍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所以希望大家生起观音 体悟众生苦的心 而愿意去救苦救难 所以麻烦各位到了晚上 就点个烟共香 就像各位今天点个灯 让他们都脱离孤独黑暗 饥饿 痛苦 地狱 恶鬼 甚至被杀掉的动物 透过这个点灯的光 佛光 希望他们超度 离开痛苦 各种方法 用灯 用食物 用水 我想帮助众生 慈悲才是我们的共同的宗教 帮助别人 让别人快乐 让别人不要痛苦 让众生都成佛 那做施死是一个很好的方便 那各位要最好观想自己变成有慈悲心的观音菩萨 那我们的右手就要请他们来 刚刚他们还开车到我们去路边 有一个女孩子撞车了 飞出去 死在那边 然后我还真的请我们居士故意去看一下 跟他说师父他就站在路边 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妙喜 当然不是光他 这个世间有太多这些孤魂啊 车祸啊 海边啊 海里面啊 世界各地啊 被杀了动物啊 各位都要想他们能够来地狱到 饿鬼到 所有动物 死亡人类 轮回众生 父母祖先 今天我们还要超度 写了很多牌位 所以替他们供养这么多 上供 下施 所以他们念一下 来即解脱 如何让他们来 那我们就要有悲心跟惭愧心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冤情在主了 过去杀生 吃肉 堕胎 过去死的 历代祖先 我们对不起的 希望他们都 我们以惭愧心 请求他们来 我们要把功德给他们 供养他们 当然能够找他们来最主要是 感受到他们的苦 各位要学习感受到对方的苦 如果做老公的体悟到太太的苦 那就不会去虐待他 做太太的体悟到先生的苦 做老百姓的体悟到国家的痛苦 体贴对方 所以感受对方的苦 进一步承担对方的苦 希望对方的痛苦给我 希望我的快乐给你 再来甘露水真言 各位要抵七滴水 七滴水 七滴水就是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通通有了 后面点一滴 代表你的父母祖先身上的冤情在住 也得到甘露水 也为他们念一下 药师焉供 念药师咒 读药师经 念药师佛的名号 可以发财 可以身体健康 可以求世间的长寿 富贵 儿女 婚姻 这是世间的福报 更重要的 可以让你相信因果 正知正见 如果你的先生不信因果 你不要跟他吵架 多念药师经 药师佛 药师咒 药师佛就会加持他 正知正见 除了正知正见 让他发起菩提心 因为修行也不能为个人解脱修行 那比较自私 修行要为众生离苦成佛而修行 这个叫大悲心 而发起菩提心 就是希望他们脱离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希望他们消除 因为贪嗔痴 烦恼 所造的身口意的恶业 通通消除掉 不但是众生 我们也一样 每个人都会造恶业 各位要经常忏悔 不然业障现前了 你就心脏病了 你就中风了 你就得癌症了 甚至车祸就来了 所以各位每天晚上都要洗澡 就要干干净净才睡觉 才睡得着 所以你每天最好都要忏悔 跪下来 忏悔 不但为这一辈子 也为上辈子 为无量辈子 不但为自己 更为爸爸妈妈 儿女子孙 不但为自己家庭 更为所有众生 因为各位都知道 有地狱 他们在受苦 有恶鬼道 在受苦 所以由自己 关心家人 由家人 关心世界 由世界 关心所有众生 然后这样忏悔 那当然我们 刚向各位有八个佛塔 当你绕塔的时候 经典说 念不动佛心众 想的往生的祖先 或是往生者 伤恶到众生 那你的发心越大 塔的力量 跟咒的力量 他们就不断的超度 所以我们要念三遍 希望他们都超度 特别车祸的 自杀的 多胎胎儿呢 这些意外死亡了 不动佛都接他们去 妙喜净土 妙喜净土可以结婚了 金色的莲花 那他们到妙喜净土啊 他们就会外表很庄严 能出家的就出家 不在家也学习 不生气 菩提心的修行 那边没有魔 因为大家都不生气 就没有魔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会琢磨 生气了 恨了 不好的想法 魔就会伤害 所以妙喜世界 没有魔 为什么 因为头套在那边 不会恨别人 不会生气 所谓冤亲债主 他就是很恨你 你过去杀了他 他叫杀业债主 他就会让你开刀啊 心脏病啊 跌倒 第二种债主 叫金钱债主 过去你欠他钱 骗他钱 贪污 不还给他 他就跟着你 要让你破财 第三种叫 情债债主 过去我们邪淫啊 把他抛弃了 甚至他执着你了 反正就感情债 所以 特别对不起太太 对不起先生 也有情债在主 你就会 腰痛啊 所以男女就会 子宫啊 泌尿系统不好啊 还有口业在主 过去骗人家 骂人家 说人家 是非 对方就会恨你 那再来就是 喝酒吃肉啊 各种的债主 那无论如何 我们经常忏悔 慢慢的不要再造恶业 承担众生苦 学佛就学这个而已 用钱 我们奉献一去造佛像 共生 供养出家人 用钱 用我们的生命 去帮助老人 病人 可怜的众生 学佛就在学这个 而且 供养到 没有我 奉献全然 百分之一百 不失 表示你要下地狱 我替你下地狱 你要是恶鬼道 我替你去恶鬼道 学佛就在学这个 所以修 我很喜欢修这个替身 用这个 来代表 所有我 一切 布施给对方 那众生就欢喜了 他这些想要报仇啊 想要干嘛 他就欢喜了 他就得到解脱 那现在众生喜欢钱 我所有钱 所有钱都给他们 他们满足了 不要再去喂钱 去那边勾心斗角啊 骗啊 站在大乘佛教啊 什么叫大乘的心态 只要有一只小蚂蚁在受苦 那都是我们要负的责任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地狱 恶鬼道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担他的痛苦 希望他赶快离苦 为他奉献生命 希望大家每天都这样发愿 世间很苦 解决不了了 那是我们修业账嘛 祭福报 但是呢 究竟 我要去极乐世界 就像各位想睡觉一样 我要睡觉了 所以就希望自己 全部 交给奥弥陀佛 不但如此 带着众生 都去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啊 像个监狱 谁要住在监狱那么苦啊 这个娑婆世界 只能忍耐的活着 娑婆就是 只能忍耐的活着 出家人也会生病 出家人烦恼也很多啊 只要活着就是如此 但是有智慧的人 他就不觉得烦恼 没有我在烦恼 没有我在生病 没有我在痛苦 没有智慧的觉得 我在被欺负了 我生病了 别人骂我啊 没有智慧 所以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我就不见了 你到了极乐世界 就没有我了 你就会融入到 极乐世界的功德啊 天天供佛啊 天天听佛法 天天学菩萨道 从极乐世界再来 那就是来 来修行成佛了 不是为了自私了 来从极乐世界 趁愿再来 倒架持航 普度众生 就像观音菩萨了 都成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然后 但是所以 做人如果执着 就会痛苦 做人如果慈悲 就会快乐 但是你要慈悲 你一定要 没有执着 那没有执着 那你一定要有空性 但是如何得到空性 阿弥陀佛说 到极乐世界 我教你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世间 他可以教人家空性 但释迦牟尼佛 涅槃啊 谁也没办法教你空性 只会讨论空性 什么叫空 我哪知道 没有体悟 只能知道 但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如此 众生也如此 除非你过去世 就正的什么叫空性 不然你也搞不清楚 除非就算你正的空性 没有人引导你 正的空性能引导你 你也搞不清楚 反正还是受苦 所以有身体 就会生老病死 就痛苦 有心 就会有爱恨别离 各种烦恼的痛苦 没有办法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 都没有身心痛苦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发愿往生 十方诸佛菩萨 净土 特别是跟我们有缘的 西方极乐世界 就可以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困难 只要你相信 发愿 念佛 那可不可以平常 忏悔业障 业障重 你也不想念佛 不相信 忏悔业障 都修功德 功德多了 福报大 品位高 而且呢 有了功德 消业障 那你就不会不相信 你就会很快 碰到佛法 碰到好朋友 教你念佛 你就会 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就是不会怪别人 那这个世间 本来就是来讨报的 当摩祖师说 我们来这个世间 是来还债的 众生来找你麻烦 叫报冤行 你要了解 所以对这个世间 不要去要求什么 这个叫出离心 这个世间 我们是来还债的 我们是来 报恩的 甘心 但是唯一我们要 升起的心是什么 菩提心 高兴的还债 那时候我要为众生 带众生成佛 当然菩提心刚刚讲了 你要以悲心做根本 那你为什么要对众生慈悲啊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 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例外 众生都对我们有恩 所以当然你发起大悲心 菩提心 那这样去发愿 但是怎么修行呢 你要有空性的证件 讲空不是没有啊 念一下 身性因果 断恶修善 放下善恶 在行为上 不要造恶业 多绑住别人 断恶修善 持戒不失 但是做完以后 业障来了 那也是一个 你要了解业障 我的本体 业障本来就是痛 但是本体哪有一个痛 因为这个痛只是一个感觉 快乐跟痛苦 它会过去的 这个人失恋了 我不结婚了 我不结婚了 一个礼拜以后又谈恋爱 那这很正常 因为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再快乐 再痛苦 再好 都是暂时的 假的 你要这样去分 所以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你要正常去告诉自己 而且有空去分析它 这个叫智慧 打坐 对啊 对啊 本来就会过去的 海涛法师坐在这边 讲讲讲 两年前来 两年以后 不知道死啊 搞不好你行死 对不对 正常 但是这个事情本来就会变化的 而且暂时的 不永恒的 你要告诉自己这样 你就不会痛苦 你就不会痛苦 你可以爱你儿子 很爱他 但是不要执着他 既然爱他 就要让他成佛 带他修行 但是不要执着他 所以他要读书 要赚钱也可以 告诉他 暂时的 赚钱 做好事 不要做坏事 赚了钱 帮助众生 回向极乐世界 成佛 告诉他 正确的方法 所以讲空性 不离开 断恶修善 相信因果 但是相信因果 却不执着因果 所以 知道一切都如此 所以再念一次 来 处理心 菩提心 空性正见 这个见很重要 这个见代表 你相信相信 一切都是电影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经常告诉自己 经常去观察 但是不要执着 叫处理心 生起大悲 菩提心 然后要有这个空性 没有我 也没有那个事情 法 对自己跟对世界 非常了解 它只是一个 暂时的存在 这里面做的人 每个人都会死的 都会变化的 这辈子做男人 下辈子做女人 然后下地狱 然后升天 按照我们的夜报 它随时都在变化 都在动 没有一个不动的 当然用各种方法 去思维 用各种 看各种经典 去思维 慢慢让自己 慢慢地比较了解 但是空性 是为了慈悲 不要说 我天天在想这个 然后就忘了 大悲心 菩提心 愿成佛的菩提心 为什么众生好苦 经常这样去想就好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放下遥控器 放心出门去 防疫新生活运动 开始 去享受汗水 享受阳光 享受现场 享受真实 享受美食 享受安全 享受风足 享受无拘无束 享受日常如常 戴口罩 勤起手 保持睡觉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热火防疫 健康生活 always 提供 终于 survived 独人 collec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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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卸心虚精致 可几乎饮酒 美得见乎饮饮 只为最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景与千荡 知足并感恩 几时问教法 是为最迹象 人乃于顺踪 得见众沙门 世事论信仰 是为最迹象 此知今生过 领悟八正道 世政也盼放 是为最迹象 怕红不动心 无忧无忍 宁静无烦恼 实为最迹象 你自信仰 无望而不舍 你借出的福 是为最迹象 感谢您的福